近日,缅甸国感的乱局,让许多人为之关注,国感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域,为何能引得各方势力登场角逐,国感同盟军又有着怎样的角色,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星星爱谈历史。 在聊这一切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国感的历史状况。 说一个大家没注意的细节,国感位于缅北萨尔温江东岸,面积两千七百平方千米,而这一区域和中国有着很大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曾经中国的领土。 在秦王朝时期,这里是我方的埃劳地。 东汉时期,这里为永昌郡,东晋南朝时期,同样隶属于宁州永昌郡,唐和宋朝,这里属于永昌府,一直到秦王朝时期。 这里也依旧是宣伟司所在,受清王朝的管辖。 可惜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1962年,中缅两国划分边界,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国感地区也被正式划入进缅甸版图。 然而,国感地区虽然脱离了中国,这里却陷入到无止休的战乱中。 这里只提一句,1965年缅甸政府军进驻国感,缅甸当局铁腕治理。 废除吐司制,多名吐司被抓被杀。 一时间,各族纷纷起兵反免,国感地区的本土势力遭到重大打击。 其领导人杨振生带着部队南下泰国流亡。 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叫彭家生的人站了出来。 此人作为国感地区的本土势力之一,在当地颇受百姓支持,于是组建起国感人民革命军,公开和政府军对抗。 可惜彭家生的实力终究弱小,在政府军打击下,全军崩溃,不得不来到中国边境,请求援助。 1968年,宣布接受免共领导的彭家生再次打了回来,但随着免共的解体,国感同盟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武装组织。 它的主要活动区域是缅甸与中国边境的山区,这一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长期以来一直是各种武装力量活动的热点区域。 在这片深山之中,有关同盟军获取武器装备的传闻四起,有人说,他们能在深山中捡到各种各样的武器,甚至是无人机,虽然这些传闻真实性难以核实,但他们为同盟军增色不少,形成了一种神秘而高效的形象。 这也让人不仅想象,在这片深山之中,同盟军是否真的能够发现一些科技的宝藏,为他们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独特的支持。 神秘支持 无论传说中的无人机是否真实存在,同盟军在深山中的游击战争经验是无可否认的。 2009年,彭嘉生带领一小股力量进入深山,开始了同盟军的游击战争。 通过初期不易的袭击,展现出游击战争的独特魅力,这个时期的经验为同盟军后来的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他们战术上的奠击者。 果敢同盟军之所以能够在多次冲突中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成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且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这些战士大多来自当地,从小生活在充满冲突的环境中,因此对于山地作战有着天然的适应能力。 此外,果敢同盟军还不断从外部引进军事顾问和训练人员。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为其提供了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 随着彭家生逝世,彭大顺借过吉利棒继续领导同盟军,他不仅成功保持了之前的游击战争传统,而且在战术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发展。 彭大顺的领导能力和战术洞察力使同盟军得已在不同战局中灵活运用,保持着其在战场上的战斗力,动荡的果敢。 彭家生走了后,果敢的政治中心被四大家族以及后期的爆发湖明学昌所操控,他们之间各种争权夺利,导致果敢地区长期呈现出一种家族化、帮派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那边缅甸政府则欣然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四分五裂的果敢。 毕竟,相较于之前坐镇果敢几十年的老彭家,权力分散到四大家族后,果敢的离心力自然也随之削弱了。 典型的就是,彭家生的果敢同盟军撤走后,缅政府得以顺利地将缅甸语列入了果敢基础教育必修课,还把原善邦第一特区改为善邦北部果敢自治区。 更说明问题的还有,主要被白家控制的果敢地方军,也接受了缅军的改编,成为了果敢边防军,总部在老街军分区。 可以说,对于缅甸政府来说,或许,老街的四大家族虽然宛如土皇帝干着无法无天的事情,但相对来说,还是比之前的老彭家要好百步得多。 毕竟,并不是每个军阀财阀势力都有独立的政治需求,有些势力其实更像是个挂着政府名义的黑帮,他们想要国家的权利,却又不想承担国家的义务。 对这些人而言,有了国中之国的理子就足够了。 此后,果敢地区沦为了电炸窝点,日渐沦为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天堂,每年的产值过百亿,甚至到了不够人用的地步。 当地人虽然能听懂汉语,也会用汉语交流,但口音太重,一听就别扭,而且对中国国内也不了解,这业绩自然不行。 于是,诈骗团伙就把目光描向了自己的同胞,一开始是从赌场买来那些还不出钱的赌徒,结果发现他们不大好用,这些人不学无术,有好吃懒做,再打再骂也没用,为了招揽有用的人才。 他们开始以高薪为诱饵,把人骗到棉北。 这种套路也可以看成是传销的升级版,因此国内严厉打击。 和国内坚决打击的强势态度不同,电信网络诈骗在当地俨然成为一种新型产业,一方面,诈骗集团向地方势力交纳各种税费, 另一方面,地方势力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武力,为诈骗集团提供武装保护,双方形成了利益捆绑关系,相互依存,发展壮大。 以明学昌为首的犯罪集团,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据媒体报道,以明学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国杆自治区建立了一个名为卧虎山庄的电炸基地。 基地占地近200亩,内有多栋别墅、酒店、商场等设施,以及各类高科技的设备和严密的防御措施,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炸成员,组织开展冒充攻减法等各种类型的电信网络诈骗。 为了保护这座日进抖金的电炸基地,明学昌还雇佣了当地大量武装人员,为他们提供安保服务。 但随着我国与缅甸沟通打击电炸,缅甸军方突然对卧虎山庄发起突袭,成功抓获了数百名电炸人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这次行动取得了重大突破。 而缅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国感同盟军,也向实际控制该地区的缅甸政府军下属势力,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并且打出了清缴电信诈骗的名义,扫除上百个园区。 也有人认为国感同盟军此番是罪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毕竟的目标还是想恢复统治,国感同盟军到底是怎样想的,我们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规模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国感之商 国感要融入缅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缅甸的绝大多数地区使用的是缅语,学校用缅语教学。 官方语言也是缅语,与之相对的是,国感地区的通用语言是汉语,甚至人民币在缅甸边境地区都能够通用,通信和网络也采用的是国内号段。 国感的这些特殊之处也就意味着,国家无法对其进行有利掌控,想要派人来管理语言不通,习惯不同,面对面打电话都算是国际长途,这种情况怎么融合,也难怪国感人无法接受自己是缅甸人的事实。 种种原因注定了国感人对国家缺乏基本的认同感,国家管控和国家文化的缺失,让国感人在融入缅甸的过程异常艰难。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缅甸政府始终没有间断努力消除华语文化在国感地区的影响,以文字为力量,加强缅语在国感的渗透,最终达到地方跟随机构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国感地区的问题复杂而棘手,其未来走向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然而国感地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可否认。 它作为与中国云南接壤的缅甸境内地区,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色。 而作为缅甸最大的地区,善邦的未来有存诸多变数,其中包括国感、瓦邦、猛拉等不同的军事团体。 背后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倘若这些实体达成共识,善邦未来才有可能表现出稳定态势,否则实现安定发展便变得极为困难。 这需要各方共同推动协商、协作及沟通,促进各方面的交流沟通。 缅甸所处的尴尬境况表明,加在多个外部大国之间,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引发系列反应,进而形成大势所趋。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势,唯有顺应时代潮流,寻求各方协作共赢。 方能助力当地发展,越来越繁荣昌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